大家好,我是Penny 今天BEN会和大家介绍 由小米最新出小米第一部细摘机 小米MIX FLIP 今次BEN很维行和大家介绍 这部小米最新出小米MIX FLIP摘机 这部是小米第一次出的细摘 今次是有Leica认证的镜头 Powered by 小米Hyper OS 小米以前和大家开箱 哇,小米 一开箱就是手机壳 这个手机壳看看 分开上下两节 这个是下半部分的手机保护壳 而这个是上半部分 这些贴纸可以帮你贴在手机壳上面 这次是67W快充 还有小米专用的橙色Type-C充电线 好,开箱完毕 接着看看主机本身 哇,就这样看下去 机身就好像没有太大的特别 金属边框 第一部就是USB Type-C插头 机身旁边有开关键和音量键 机顶一样有红外线发射器 方便控制家里的电器 有Leica Logo在教链盖上 而机底就是不沾指纹的玻璃 金属边框 机身扎实签考 少许遲,我们来个开机先 按着它 这个是市面上我见过最大的外机面屏幕 整个外机面屏幕 直接像一块镜子那样 好厉害啊 外面已经可以给你加上手机设定 HDR 保光灯 各方面的东西都可以教到 外置屏幕更加用来在YouTube 非常之大 而不搞更加可以在设定里面 设置外屏的程式 例如Facebook Google Chrome 都可以放在前面 当然如果放在YouTube Music 听歌就更加方便了 打开内屏 当然摺机来说 我们最介意当然摺屏幕 留意一下圆波波 基本上 省开它之后 是不见到摺屏幕的 摺屏幕来说 已经跟以前的机相差很远 基本上是见不到摺屏幕的 而铕链部分也很实际 可以支援多角度开合 手机摺完之后 没有一丝的空隙 没有一丝的那位 这只机仔 真的越看越喜欢 不要看它的机仔细细 今次是用上了Snapdragon 8 Gen 3 最新的旗舰级CPU 完美支持Google Netflix 一样没问题 达到5000万像素的主镜头 有光学防手震 而长焦镜头更加有2倍光学变焦 好 把手机保护壁 先放上手机保护壁 好 一个前一个后 那我们就拿出去试试 看它拍照出来的效果是怎样 好 现在来看看 三星Galaxy Z Flip 6 对比一下 这一部来说 它有两个版本 一个是256和512GB 8000至9000元 可以看到 机身来说 大家差不多 但是 螢光幕来说 小米这个 大很多 你可以看到 镜头 镜头毛组附近 都有螢光幕显示 所以是一个全屏 全屏螢光幕 而三星来说 旁边有很多黑色的地方 就不是螢光幕 所以这方面差很远 好到来说 大家都差不多厚 好到来说 一样 大家可以说是一样 好了 打开它来说 螢光幕 小米好像大一点 小米大一点 很少 OK 那我们试试拍 前面那个 JVG 看 拍前面的JVG OK 拍了出来 右手边就是三星Galaxy 左手边就是小米 对了 那大家可以看到 出来的成像来说 大家差不多 大家都是四倍 zoom 大家差不多 那如果三星来说 它就会比较 颜色会比较 暖一点 小米来说 冷一点 我们可以放大 以JVG 作为准招 位 你看到 三星来说 可以放大 少少 三星来说 可以放大 少少 小米来说 就没那么大 但是呢 三星就好像油画化比较重一点 LIFE INSPIRE 这几个字 那就是比较油画化重 不太清晰字体 而小米这里就清晰一点 清晰一点 OK 但出来来说 大家都差不多 而三星来说 边制位不是那么固定 而小米来说 就固定得比较实一点 接着呢 就去到主镜头 主镜头来说 你很明显 在这里 看到呢 始终来说 三星就放大一点 三星放大一点 但是小米来说 细节位又好像多一点 但屏幕来说 我觉得好像三星是亮一点 比较亮一点 中间节位来说 大家又好像差不多 但外屏来说 小米真是赢了 是真正的全屏幕 接机的好处是什么呢 接机的好处是 接机的好处是 接了一个form factor 速度很小 那我现在呢 代起它 完全是不会硬负的 如果我是 其他大的手机来说 那四个角落 这个位是会硬着我的 就是坐在那时候 就是坐在那时候 是会硬着我的 现在就没有这个问题 这个是很舒服的 是真的很舒服的 OK 好 那这部机呢 玩了一天了 首先现在这一刻 我就不知道它卖多少钱 OK 现在这一刻 我也不知道卖多少钱 OK 但是我知道 就是三星的 那部Flip 6 来说 8000至9000元 那不等 OK 到时看小米 公布出来的价钱 能不能够低过8000元 如果低过8000元的话 是很有竞争力 你看看这个屏幕 真是 是很 amazing 好了 小米在网站 公布了一个售价 512GB 才卖7,699元 8000元都不用 同一个规格 三星要卖9000多元 所以三星今次真的遇到一个强劲的对手了 那当然了 如果我一直看YouTube来说 是一件上心乐事来的 为什么呢 小小的螢光幕 就这样拿着它看就可以了 OK 因为很遭守 很遭守 就可以放大它 这样拿着看 这样 这样拿着看 小小的 这样拿着看就可以了 如果不喜欢我就可以这样 我更加可以 视像通话 就是你的视像通话来说 这样的form factor L型 OK 我一样可以放在桌面 就这样可以聊天 这样就可以视像通话 一般这些手机 一般的手机来说 你动不了它 对不对 现在我就可以很舒服 就这样动起它 各方面来说 都是很适合我的angle 坐在这儿的时候 那个angle 就好 就是大家对着说话 也方便 收音方面 你看东西也方便 这个就是接机的好处 还有很多功能 可以放上去 例如可以录音 按键 放在桌面就可以录音 放在办公室 一边充电 一边当它坐桌 月力都还可以 前置屏幕拍照真的很棒 这么大的螢光幕 你看 它追焦追得不错 看 不断叮着眼睛 现在好像是镜盒 真的很棒 小米第一次出的细节 我觉得是非常之有竞争力 我觉得对三星来说 真是一个很大的威胁 无论它在硬件上面 和拍照拍摄运力来说 都跟三星是不相上下的 但最重要是这个前置屏幕 真是可以堪赢三星的 是我现在见过市面上 最大的前置屏幕 是全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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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很瘋 但在拍照上来说 你不能直接 和旗舰机作对比 因为在拍照上来说 它难免会有点声音 而且细节度来说 从旗舰机来说 还是差一点的 我觉得这部机器很适合商务人使用 我也很期待 小米在7月19日公布 它的价格是多少 看看它究竟 今次会不会有一个 好起出网的价格 好了 今天Benny介绍到此为止 如果有一款视频 麻烦点赞 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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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by bwd6